各位观众晚上好 今天是9月2日星期四 农历7月26日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我们明天见 再见 其实区分的方法你并不需要担心 如果你真的见到一只龟背上有真菌的话 你很快就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真菌和水碱在食物当中 体现的还是非常明显的区别 因为真菌会显得特别的白 特别的厚重 那么如果在正常的饲养过程当中 水碱是不可能到达这个程度的 要不然真菌该多没有面子 分都分不出来还怎么当反派 一般常见的方法是用小刀 把真菌刮掉然后去涂药 那么肯定会有朋友要问了 小刀刮的话万一伤到龟背怎么办 刮到手怎么办 如果不拿小刀刮掉的话 可不可以治疗真菌呢 所以我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实验 像我这么良心的up主 你们还不赶快长按一下点赞 看看会发生什么 我们就用市面上最常见的真菌镜 哎 叫真菌灵 总之就是去除真菌的药 取出一些均匀的涂抹在有真菌的背甲上 说到真菌至于怎么产生的真菌 这个我还真没有研究过 我个人感觉可能跟光照和通风有关 大家都遇到过龟背长真菌的问题吗 有的请在弹幕上抠一 没有的抠二 哎 独乐乐不如重乐乐吗 如果有知道产生原因的朋友 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学习学习 说实话我之前这么多年都没有遇到过龟真菌的问题 我感觉是因为我后来换了玻璃缸之后 缸的摆放位置发生了变化 通风和光照可能不是太好 真的是自作孽不可活呀 总之就是涂完药以后进行干养 干养的时候最好选择阴暗通风的地方 注意温差 然后我们就一天一天记录它的变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经过了21天的重复治疗之后 被甲上的真菌可算终于消失了 前前后后涂药了18天 但这个真菌药是油性的 涂药之后就像打了一层蜡一样 在视觉效果上就造成了貌似好了 但实际上可能根本没有完全好的局面 所以我们就要在治疗之后再用清水养个两三天 把油性的东西去掉了以后再看结果会更准确一些 总之我们得出结论 真菌的治疗在完全不需要刀刮或打磨的情况下 只用药物来治疗是可以的 罢特 这个但是 治疗时间可以说是相当的长了 如果是比这个更严重的真菌的话 肯定是要花更长的时间 我用21天给大家做了一个实验 仅仅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希望能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吧 祝大家的爱归健康成长 白了个白